没有人能对抑郁症有绝对的免疫 上海黑色博物馆 我将扮演一名抑郁症患者 体验他们的真实感受 不断上升的血水 淹没我 让我窒息 我看到的世界都是痛苦的血红色 这一生没做过坏事 却为何这样 生活就像走在水床上 每一步都在下陷 寸步难行的疲惫 毫无防备的下坠 连吃饭穿衣刷牙都力不从心 起床就已经耗完了全部力气 从前最喜欢的食物 最爱玩的游戏 全都缩然无味 只想躺在床上默默流泪 原来活着就用尽了全力 抑郁症的反念不是快乐 而是活力 这种对生活失控的无力感 常常被误解为懒惰和矫情 没有人会对哮喘病人说 大口呼吸不就好了吗 却有人对抑郁症患者说 想开点不就好了吗 没人觉得我病了 他们只觉得我错了 得这种病的人 大多心软善良 因为不忍心伤害别人 而最终伤害了自己 如果你觉得人生 像这个屋子一样黑暗 或许再多坚持一下 就会迎来光明和救赎 你没有错 只是心里感冒发烧了